2002年,一个女人丢下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,从24楼一月而下,她生前风华绝代,却选择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,她就是陈宝莲。 当时陈宝莲只有29岁,和曾经共同出演影片的月韵相比,陈宝莲的香消玉允不过迟了几年,他们短暂的生命都印证了一个道理,没有得到父母之爱的孩子,外人拿一颗糖就能骗走。 黄韧忠给的糖,让陈宝莲痴狂疯癫,沦为笑柄,而她狠心割舍的那个孩子,19年后又过得怎么样呢? 1990年,17岁的陈宝莲站在亚解玄美舞台上笑眼如花,那是亚解玄美史上是非最多的一届,也的确美女如云,无起力戴上后官风光无限之时,也是陈宝莲落寞的时刻,她连前五名都没挤进去, 比陈宝莲更加垂胸顿足的是她的妈妈。很多孩子并不是爱的结晶,只是成年人片刻欢愉的产物,当他们走到离婚这一步时,就会将孩子视为累赘,陈宝莲就是。 妈妈去香港之前把四岁的陈宝莲扔给老了,陈宝莲的姥姥汪一倒也是位人物,毕业于复旦大学,是老上海的知名女演员,演过太太万岁,在姥姥身边的几年可能是陈宝莲最快乐的时光,但她还是不高兴。 12岁那年,妈妈突然把她接到了香港,天真的她以为,从此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,过上有妈妈陪伴在身边的生活了。 陈宝莲不知道的是,日后将她推入火坑的,正是妈妈。 少年时期的陈宝莲已经亭亭玉立,身材较好,不输给成年女性,陈妈妈认为这是老天赏饭吃,把15岁的陈宝莲推出去当模特,兼职赚钱给自己花。 落选亚解之后,影视公司的人踏破了陈宝莲家的门槛,这让陈妈妈喜笑颜开,因为陈宝莲还没成年,不能自己签合同,她便自作主张揽下了经纪人的活,只要有钱,什么片子都接。 彼时风月电影大行其道,有人投身其中是万不得已,而陈宝莲却是被妈妈亲手送进去的。 陈宝莲在变场出现严重抵抗情绪,甚至不愿意和对戏的男演员发生肢体接触,刚开始工作人员也耐着性子开导她,最后都大发雷霆,你妈已经签了合同了,不想拍也得拍,不然就赔钱。 巨额违约金岂是十八九岁的陈宝莲能承担的? 无奈之下,陈宝莲只好乖乖就范,如花少女刚走下悬眉舞台就宽衣解带,在荧幕上搔手弄姿,大大跌破了观众的眼镜。 但陈宝莲也的确一拖成名。 最疯狂的时候,利欲熏心的陈妈妈在1993年一口气给女儿接了十部这样的电影,或许是命运使然,陈宝莲的眼眸里迅满的优越,在镜头里显得楚楚动人,即便是演技平平,也无法阻挡她悄然走红。 陈宝莲也有过一次把被迫脱掉的衣服穿回来的机会。 1994年,周星驰点名要陈宝莲出演《国产007》,当时风月片长已逐渐退出市场,许多和陈宝莲一样出身的女演员,早就趁势而为,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。 但陈宝莲的命实在不好,她在《国产007》中的表现不俗,本有希望借此上岸,可是突如其来的疾病,让她不得不停下脚步,休养生息。 等她重整旗鼓,再出发时,影坛已经有了一茬又一茬新鲜的美好面孔,爬出了深渊,又回去的只有陈宝莲,而前方还有更大的劫数等着她。 当黄刃忠把烈焰目光投向陈宝莲的时候,20岁的陈宝莲也曾不屑一顾,还把对方赠送的珠宝豪车习数退回。 当时她的心子全放在一个叫莫绍聪的男人身上。 陈宝莲和莫绍聪在93年阴系生情,她全心全意,没想到对方只是玩玩而已,一边和陈宝莲打得火热,一边和日级空姐,藕断丝连。 陈宝莲撞见二人苟且之后,伤心不已,大骂莫绍聪是伪君子。 事后陈宝莲寄情于工作,而虎视眈眈的黄刃忠仍不死心,她再度前往香港拜访美人。 到了才发现陈宝莲人在深圳,财大气粗的黄刃忠出动直升机,终于换得和美人共进晚餐的机会。 不久之后,黄刃忠成了陈宝莲的干爹,她深知陈宝莲眼下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以从不入流的影片中脱身, 便承诺如果陈宝莲愿意跟自己去台湾地区发展,她就有办法帮她摆脱脱星身份。 在陈宝莲看来,这就是爱。 她虽然年轻,经历的坎坷,却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。 记忆中姥姥给的爱已经变得遥远,远到无法温暖现在的陈宝莲。 父亲的遗弃,母亲的利用,男友的背叛,接二连三的打击,让她更加渴望被呵护,被关注。 她认为黄刃忠就是那个给她脱底的人。 的确,刚开始,无论陈宝莲大闹夜店还是逞凶打人,黄刃忠都能帮她摆平麻烦。 但她也慢慢发现,黄刃忠也不过是个介意思迁的货色,这个被称作三丑之首的糟老头子, 曾经公开承认自己风流成性,她说,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,没有女人我吃不下饭, 我色,可是我敢公开,为何一定要偷偷摸摸的色? 据说,黄刃忠为了想其人之福,还专门买了一栋别墅,别墅中有一张可以容纳九个人的大床, 奢靡至极,理所当然,她的情人也不只有陈宝莲一个,眼见黄刃忠对自己逐渐异性阑珊, 甚至堂而皇之住到别的女人家里,陈宝莲不干了, 但是她越闹,黄刃忠就越不愿意搭理她, 她拿了一笔钱,让陈宝莲到国外去读书, 陈宝莲拿着钱满世界赚,等钱花完了,又回到黄刃忠面前, 一哭二闹三上吊,甚至干出更出格的事情。 此时的陈宝莲已经全然没有了理智, 她像一个想尽办法引起大人注意的小孩,什么都干得出来, 可是小孩撒泼,大人是不会给她糖吃的。 陈宝莲被黄刃忠扫地出门,她的诡异行径变本加厉, 在电影发布会上突然掏出剪刀自残, 买珠宝不给钱还打人,在王力宏演唱会上无故殴打歌迷, 滥用药物出现幻觉,点火烧了自己家, 很快媒体把陈宝莲和蓝结英、蔡丰华、洪朝风放到了一起, 叫他们四大巅王,二十世纪末人人满怀迈进新时代的热情歌舞升平, 而陈宝莲连眼底那些令人怜惜的忧怨都没有了, 她变成了一具麻木的躯壳,随波逐流。 离开黄刃忠后,陈宝莲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男人, 长久的爱是没有的,她倒是有了自己的孩子, 只是她临了了,还是想着黄刃忠。 跳楼之前,陈宝莲在遗书中写道,替我转告少爷, 宝莲去了,要好好保证身体,宝莲临死,仍一直爱着她。 她坠楼之后,窗口的风吟唱着死亡, 刚满月的婴儿没有了妈妈,她的父亲又是谁。 2002年某个傍晚,陈宝莲位于24楼的公寓跳下,鲜血淋漓, 和她年轻的容颜一样浓烈,消息传出之后, 据说黄刃忠也曾悲痛大哭,但是没过几天, 她就带着六个艳丽女伴出现在拍卖会场。 从小到大,陈宝莲经历的人不是玩弄,就是利用, 连亲生母亲也伤害她。 陈妈在得知女儿死讯之后,竟然以自己经济拮据为由, 狠心将无依无靠的外孙黄一拒之门外。 而陈宝莲疯癫之后,架着长枪短炮派她落魄模样的媒体, 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好人, 对陈宝莲寻找黄一生父的遗愿十分伤心。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, 一名男模声称自己就是黄一的父亲, 他说愿意让孩子认祖归宗,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不久之后,陈宝莲生前好友收养了黄一, 黄一的养母名叫邱黎宽, 是港台地区的金牌经纪人, 凭借蒋义气在娱乐圈风生水起, 捧出过王妃、纳英等一众大牌艺人。 在邱黎宽收养黄一之后, 黄一多年来私底下也资助了不少, 黄一和黄一的女儿斗静童也成了从小到大的玩伴。 邱黎宽把黄一视如己出, 疼爱有加, 就连工作时也把她带在身边。 十岁时,黄一主动提出要改姓邱, 从此把邱黎宽当作亲生母亲。 邱黄一如今已经是19岁的大小伙子了, 酷爱打篮球, 今年3月份她还晒出大一赛季获得第二名的照片, 和生母陈宝莲悲惨的青春岁月不同。 邱黄一虽然也没有亲生父母陪伴在侧, 但她拥有养母邱黎宽全部的爱, 那是陈宝莲一生都在奢望, 却无法得到的。 邱黄一因此长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, 也有了真心相爱的女朋友。 不过也有人说, 邱黄一的长相和陈宝莲前任黄任忠越来越相似, 黄任忠仅仅仅比陈宝莲晚走了两年, 她因病去世, 还欠下了26亿税款, 生前那些红粉鹰燕一个也没有露面, 而陈宝莲的孩子却在友人的照顾之下健全地成长, 享受平淡生活的珍贵。 19年前陈宝莲在遗书中写道, 我渴望亲情,渴望爱情, 可我这辈子两样都空, 冥冥之中都有定数, 希望这个新生命活得自由而快乐, 至少这一生要像她的母亲期盼的那样, 被爱意包裹, 直到永远。